按屏幕,按4 你看这两个度数不一样的话就按F1,一样的话就算了 这两个度数不一样就按F1 然后让机头动一下 然后再按F1,这两个度数一样就可以了 度数要一样的,然后再按F5 现在是多按的话,多按F5它是转不动的 这里转不动,按一下F5就可以了 F5按一下,这里变成手术嘛 这里就可以瞧旋转了,就可以瞧了 把旋转转进去,这三个螺丝松一点 这三个螺丝松一点,然后能通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这个 卡扣上去 上车的卡扣要对着这里 这两个要对着潮 稍微紧一点 稍微紧一点 然后把机针上去 机针,机针你看一下 这个机针这个窝槽 这个窝槽对着里面 然后这个机针也要通到底 然后这个转动和平 把这个机针炸到最继续 把这个螺串子团一下 然后这个对着,然后留一点缝 把这个螺丝挺一下 然后鸡针的最低点要一半 留一点 先留一点 然后把这个三个螺丝稍微紧一点 然后转动这个手里 然后鸡针起来的时候 在这个鸡针这个边间的要靠在这个当中 主要是这里 这个尖尖的 插到没插到感觉 然后把这个三个螺丝稍微紧 大概这个位置 三个螺丝稍微紧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鸡针上去 我把这个鸡针上去 然后这个压脚的位置 这里不是准够了吗 它在上吊里面 可以没的 如果现在可以没 可以上吊 就可以放过了尊严当中 然后干动一个水平 然后鸡针在最下 把这里碰到地方送掉一点 最下面不碰就可以了 被子后了就可以往上上一点 后被子就可以往上放低 后被子就往低 只要干动了不碰就可以了 可以了 哦好之后往M按一下 可以再按反不见就对了 好之后 好之后 下瓶子